哈囉大家好,我是迪花 今天要分析的是 紅髮的西洋劍是羅傑的遺物 為什麼這麼說呢?就要開始我的分析 首先我們要先看到最新的漫畫965集 最後一幕羅傑海賊團去找白虎海賊團開戰 有一幕是有照到羅傑海賊團 注意看羅傑身上是有配刀 而這把刀正是西洋劍 仔細看這把刀是不是在哪裡看過啊 沒錯這把西洋劍跟紅髮的西洋劍有87%像 我認為這很有可能是羅傑給他的西洋劍 畢竟草帽都給他了 西洋劍在給其實也還好 而仔細看雷莉也有配戴西洋劍 但雷莉再次出場劍很明顯不是西洋劍 他的西洋劍被偷了還是給了別人 或者是他拋棄西洋劍 這目前都無法分析 但可以肯定的是紅髮的劍法 很可能是羅傑或是雷莉或是光月玉田教的 正如之前所說 他很有可能也會三千世界 因為他以前也是雙刀柳 也就是兩把刀旋轉的方式 所以鷹眼看索隆的三千世界才會驚訝 這招很有可能是光月玉田流傳下來的 索隆小時候看光月玉田 光月玉田交給紅髮這招 這樣就完美解釋 鷹眼為什麼會驚訝 又或者是根四郎搞的鬼 目前海賊王有很多西洋劍的高手 像是比斯塔 卡文迪許 迪亞曼迪 目前最強的西洋劍高手 應該還是紅髮 畢竟那很有可能是羅傑的西洋劍 你認為那是羅傑的西洋劍嗎 可以在下面討論 今天的分析就到這裡 我們下次見 掰掰